哈喽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一说故事的时间 你们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今天三马妈咪为大家准备了一个 可怕 可怕是真的可怕的故事吗 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叫做怪物 真的有怪物吗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 有没有怪物这个东西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有趣的小故事 然后你们再跟三马妈咪说 你们听完故事的感想是什么 怪物 真的有怪物吗 从前从前 在一座平静祥和的森林里面 住着一群动物朋友们 这一天 老鼠看到一只非常奇怪的动物 他吓了一大跳 连忙跑去告诉刺猬 跑跑跑 他跟刺猬说 森林里来了一只非常奇怪的动物 脖子长长的 背弯弯的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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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猬听完之后 他心里想 是 这样子吗 刺猬滚啊滚 滚啊滚 他滚到了鹿的面前 他告诉鹿说 心里面来了一只非常奇怪的动物 脖子长长的 肺弯弯的 身上还有刺 鹿听完之后 心里想 嗯 是长这样子吗 于是 鹿就跑啊跑 跑啊跑 他遇到了猴子 他就跟猴子说 猴子 猴子 森林里面来了一只非常奇怪的动物 脖子长长的 肺弯弯的 剩下有刺 头 头还长脚呢 猴子听完之后 他心里想 是长 这样子吗 猴子 紧张到 荡啊荡 荡啊荡 他遇到了 大象 他跟大象说 大象 大象 森林里面 来了一只非常奇怪的动物 脖子长长的 被弯弯的 身上有刺 头上长脚 还有长长的尾巴 大象听完之后 心里想着 是 是长这样子吗 大象拖着沉重的脚步 跑啊跑 跑啊跑 他跑去找了狮子 狮子 狮子 大狮不好了 有一只好大 好大的动物 跑到森林里面来 脖子长长的 被弯弯的 身上有刺 头上长脚 还有长长的尾巴 狮子听完之后 吓一大跳 那是什么东西啊 该不会是长这样子吧 于是 狮子大叫 有怪物 有怪物 所有的动物 森林里面的动物 都吓得跑了起来 有怪物 好可怕哦 他们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每一只动物 都紧紧的闭上眼睛 不敢看 躲在森林里面 感带着怪物的经过 等了好久 好久 好久 你们知道 怪物是什么吗 来了一只乌龟 慢吞吞的走过去了 小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 有什么感觉呢 你有没有觉得 好奇怪哦 明明是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透过一个人的嘴巴 一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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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到最后之后 会变得不一样呢 这个呢 在大人的语言里面 叫做谣言 谣言这种东西呢 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有时候谣言会伤害到一个人 因为它并不是事情的真相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里面 真的有怪物存在吗 没有对不对 它其实是一只可爱的小小乌龟 然后呢 一开始的 小老鼠看到乌龟的时候 它是看到乌龟的哪里 它的背 还有它的头 它就开始想象了 天啊 这是一个好可怕的东西哦 于是它就一直传 一直传 那我们的大脑呢 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 有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一个人说的话 会有无限的想象 所以呢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都可以学会一件事情 求证事情的真相 这样子呢 才不会去误会一个人 或者是伤害一个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还有按赞哦 小朋友 我们下星期一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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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